現在來認識一下幾個 跟這個影像共享的格式有關係的 就是共通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沒有看過啾啾鞋 科普類的Youtuber 在台中咧 可以支持一下 他訂閱人數好像已經超過 好像五六十萬有了 蠻多的人 他有講到JPEG JPEG跟GIF是怎麼來的 那早期大家 我相信各位用最多都是JPEG JPEG JPEG 都是 都一樣 那他最大的好處就是 因為他有壓縮 所以檔案夠小 這樣了解嗎 那早期因為怎麼樣 記憶體的空間資本很貴 記憶卡啊 記憶體的價格比較貴 所以他就要小辦法壓縮 所以呢 他雖然流行 但是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影像處理格式 因為他的壓縮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也就是你多存幾次就怎麼樣 以後就會越來越 情像會越來越長 因為你會發現 你只要儲存JPEG 他每次都問你壓縮百分比多少 對不對 那他是屬於破壞性的 也就是說不像我們壓縮檔 一般的DIP啦 這種壓縮檔 你要 壓縮完了 我可以直接還原回來 那種就是屬於破壞性的 這樣了解 好 那他適合什麼 他適合漸層 但他有一個很不適合 叫做色塊 也就是說 比如說像各位看到我們現場這個牆壁 牆壁是什麼顏色 有沒有 一個顏色一個顏色很分明 這都是一條一條的色塊 那這個色塊的話 如果你用JPEG來儲存 就很抱歉喔 他會怎麼樣 會產生很多雜點 就那個界線之間會比較不明 就變得比較不明顯 比較不明顯 所以這個格式呢 我們在影像處理上 其實沒有非常建議各位使用它 除非你很在意檔案大小 第二個 網路上的第一個 會動的圖片 就是GIF 那GIF呢 也是它 會動 是它現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不過呢 GIF 很抱歉 最多只有256種顏色而已 所以你覺得多還是少 不算多喔 我們JPEG PMG 它都是全彩的 一般我們講的全彩就是1677萬色 1677萬色 也就是 紅色有256種 綠色也有256種 各位 我相信 各位以前都學過這個吧 底數相同 指數怎樣 相加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2的幾次法 是244吧 這樣就是1677萬色 這樣有了解喔 那GIF呢 它為什麼還會在 因為 它 第一個 它是會動的 讓各位知道 請問現在Flash行不行 你在網路上現在還會看到Flash 越來越少了對不對 放心啊 老兵不死 只會凋零 因為現在瀏覽器 是很多 你就算要看 也要怎麼樣 另外安裝或 按一下啟用 對不對 所以說慢慢的它會減少 它不會馬上一下就不見 那 因為Flash不行了 所以呢 GIF又回來了 因為早期 Flash出來之後 它有很多的什麼多媒體 包括動畫 互動 影音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GIF就沒有人要了 然後呢 現在 新的Flash不行之後 大家就覺得 網路上少了什麼東西了 因為以往 太多媒體的東西出來 現在就只好再回來找它 至少會動 比較好 所以後來呢 Facebook也怎麼樣 也支援GIF了 你在line裡面 有看到一些動畫 有沒有 一些圖的動畫 它也是什麼 GIF的 那所以說GIF 現在會動 反而是一個它很重要的特色 雖然它顏色比較少 一點 顏色比較少 那我們現在還要來看的就是這個PNG PNG的部分 其實是現在 我們比較主要的 主流的影像處理的格式 為什麼 因為不管我們的網頁 還是我們一般的這個影像處理 它都是現在的標準 那PNG跟JPG比較雷同 比較雷同 也就是說他們都有全彩的 有全彩的 但是它呢 也可以變成只有256色的 也就是PNG 它可以全彩 可以256色 第二個 雖然它不能夠做動畫 但是它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我們在影像處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叫做透明度 因為呢 GIF其實可以設一個顏色的透明 可以設一個顏色透明 如果你曾經用過那個Office裡面 點到圖片會有一個那個低管 低一下 就設為透明 有沒有 那一種的 不要用比較好 哈哈 因為它就低那個顏色而已 所以效果不好 那我們 我們PNG呢 它的透明度 就不是只有一個顏色喔 有幾個顏色 有256種的程度 也就是從不透明 到完全透明 中間還有半透明 所以像陰影啊 那些就會保留下來 那這個在我們 影像處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叫做所謂的去背 因為 你要做去背 如果你要保留這個透明度 那很抱歉 影像合成 你只能怎麼樣 四四方方的疊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像貼狗皮 腰膏一樣 這樣也會比較清楚了 所以這個影像格式 先跟大家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這樣你 待會兒再做影像處理的時候 就會比較清楚